大家好,今天要錄影安裝分享的車種別呢,是福特的Biesta 7應該算是7.5代 這台是1.03缸渦輪的引擎 那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呢,是安裝KT Racing道路版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已經安裝好了,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後面吧 後面的話,這個是原廠的後上座 引擎後行李箱打開,就能夠看得到後面的上座 那有一個做一個特別長的調整感 用意呢,就是方便阻尼的調整,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針對車主的需求 可以修短一點點都是ok的 這是後面阻尼調整的部分 KT的話,道路版跟競技版都是30段軟硬可調 像這個地方呢,順時針旋轉,這樣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這是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後面的彈簧,我們配置的是210長3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那調整的話呢,車高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這一台,等一下的話,預計大概一指半到兩指幅左右的車高 那後面的話,筒身的部分,上方呢,一樣配置的是全造式的防塵套 這是全造式的防塵套 在筒身的保護效果上面會比較理想 這個也有緩衝的饅頭 換個角度來看一下 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Fiesta MKC後面的懸吊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車主已經有改裝了JPT的四核塞 然後這是Ultra Racing UR的引擎式拉桿 這是三缸 三缸渦輪引擎 前面的話,主捏的調整,從這個地方 一樣,順時針就是變硬,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KT的話,在Fiesta前後的上座部分呢 我們都有附 就不用再拆原廠的下來使用了 這是所附的上座 它的上座的孔徑很小,很蠻特別的 那彈簧的部分,因為是配置了1.03缸的引擎 車重的話還蠻輕的 所以這一台的話呢,我們前面配置的彈簧是200mm 200長5公斤的彈簧 那這是油管固定架 離載串的部分呢,需要換短的 KT的話,有附專用的離載串 那油管固定架的話呢 因為已經有改了金屬油管 所以等一下固定的方式就不得已 會用束線帶的方式做固定 那基本上我們都有仿造原廠的固定孔位來做固定 目前的話離載串還沒有裝好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裡面的主鈴油部分的話呢 所選用的,大陸版所選用的是IP5W的油 它的主鈴油特別的地方是在 主鈴油是從意大利一整桶一整桶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填充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品質相當相當的穩定 那裡面的油封 油封的部分呢 所使用的就是日本NOK的油封 剛剛有提到過的上座的軸繩 我們有附上座嘛 那上座有一顆軸繩 這個軸繩的話呢 就是日本NOK的軸繩 所以用料的話都算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這個有改了CBT的四火塞 輪胎的話呢是16吋的 1955016的規格 這台的話手排 手排的1.6手排 跟其他的恐懼呢 我記得好像不太一樣 如果要改旅圈 或改加拿鐵的時候的規則 要特別注意一下 車主原先也有改裝的 就是改裝的避震器 也是台灣另外 另外廠商做的 右前的話也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右前的話 有把離仔串 離仔串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離仔串 來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離仔串 會比原廠還要來的短 他剛剛說的油管固定 ABS感應線固定的位置 就都跟原廠一樣 這是金屬油管 不得已要用束線帶 這是5公斤的彈滑 這是上座的部分 他前面的話 順時針一樣是調硬 逆時針一樣調軟 從這個地方一樣可以做阻擬 軟硬的調整 看一下車頭的部分 就算7.5代了 這是2017年的 這是2017年的 好OK 那今天的 這是安霜 KD Racing道路版的影片 大概簡短到這裡 介紹到這裡 我們會把影片呢 上傳到YouTube 甚至是KD Racing的 FB的粉絲團 那如果車友們呢 有疑問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的 要做試乘之類的 都可以跟我們的後台小編 做聯繫 謝謝大家 掰掰